一个女人长期没有爱情的滋润,会变得很寂寞,很难熬。 她们只能找不同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,并以此来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,以至于不那么难受。 笔则来介绍六种她们宣泄的方式。 一,看韩剧。 虽然生活中她们没有遇到比较满意的恋情,但她们从看韩剧的方式由来满足她们对爱情的一种期盼,一种向往。 虽然这是一种宣泄的方式,但是长此以往,可能对真实的感情生活会产生一种失望,毕竟现实和理想故事的差距还是蛮大的。 二,吃东西。 有些人喜欢用吃东西来发泄自己的不开心,只要吃到好的食物和美味的食物,就突然豁然开朗,但这种方法会有反效果,长此以往会使自己的身材越来越胖,这种方法还是不提倡,毕竟对身体无大益处。 三,出去逛街,shopee。 逛街是女人喜欢发泄情绪的最常见的一种方式,等她们买到了心仪的衣服,鞋子等等,好像这种换情绪都消失了。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喜欢这些衣服,而是因为街上吵杂的环境,还有和同学们上街聊天,把不快暂时忘记了。 四,睡觉。 当你睡着了,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忘记,进入梦乡,周公会为你解决烦恼,睡了一觉,好像什么事情都能解决。 五,网上购物。 有些女人并不一定是因为需要某些东西,而且网上购物是因为好像中了购物的一种毒,有些人遇到这些不快事,都喜欢用网上购物来解决自己的这些烦恼,但日益减少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。 六,哭泣。 估计是人类最原始的解决不开心事最基本的方法了,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,毕竟哭出来,心理负担就会减轻许多。 女人们,就算现在还没遇到自己爱的人,也不要着急,不要难过,老天是有安排,缘分来了,你的爱情就来了。